上辈子,她是天真无邪的大小姐,却因为听信了别人的话,将她老公的爱视作洪水猛兽,避之不及。 这一辈子,她决定要好好地爱她。 夜晚,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一个女孩死里逃生,最终还是被困在了这里,伤痕累累,看着都疼,地面一片汽油。 围首的人笑了笑,陆太太,你可别怪我们,我们只是拿钱办事,你腿已经断了,割尾蛇了,无论如何是跑不掉的。 朝延可怜兮兮的抬眸望着她,可是她一点都不想死,但是她这一辈子,恐怕就要死在这儿了。 这也怨不得别人,如果不是她全然信任白威,也不至于沦落到这副模样。 她点燃了打火机,十分的得意,时间不早了,雇主也该着急了,陆太太,我这就送你上路,如果你变成厉鬼寻仇,可得找你的妹妹。 说完,把打火机扔了下去,火迅速燃烧起来,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可是她还想再见一面陆景泽。 几分钟后,火烧变了整个仓库,一道焦急的男生响起,朝延,你在哪儿?快回答我。 她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为什么会在这里听到陆景泽的声音? 这时,就看见陆景泽急匆匆地赶来了,一脸担忧的模样。 朝延感到很惊讶,陆景泽竟然来了,她上前几步,一把抱住了女孩,朝延,我来带你回家。 朝延感动地哭了,为什么要来?我根本就不值得你这么做,你还有活的机会,你别管我了,快走。 陆景泽眉头紧锁,没有你,你觉得我会独活吗?她嫁给陆景泽的五年礼,始终带她那般好,可她却宁可听信白威的话,将陆景泽的爱视作洪水猛兽,避之不及。 现在才发现,她错了,却为时已晚,朝延哭得很伤心,如果来生我,还能遇见你,我一定会好好爱你。 最后,他们永远困在这里了,没有走出去。 2023年3月,她再次睁开了眼,感觉自己很疼,但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看了桌面上面的日历,才清楚自己回到了过去。 这里是她以前的房间,摆设布局,都是五年前的模样。 最后,走到静子面前,也发现自己的模样,和以前一模一样,她真的重生到了五年前。 如果这不是梦的话,那么陆景泽还活着,还有那些算计她的人,此时正在算计了。 静母段玉杰心有不甘,没想到老头子快死了,还想着白朝延这个小贱人,竟然要把财产都留给她。 可怜我们薇薇,一分都没有拿到,父亲也是如此,别接,等她醒来后,我会立刻哄她,将所有财产都转到我们的名下。 反正她马上就要嫁进陆家了,到时候,这一切还不都是微微的。 朝延站在这里听得一清二楚,等那个贱人嫁入了陆家,我们就再也不用为财务危机而担忧了。 与陆家攀上了亲切,我们的好日子就到了,她狠狠地咬紧牙关。 爷爷进医院开始,他们就做好了这样的盘算,而此时,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白斧生提醒她小声点,朝延还在楼上,段玉杰一点都不怕,她睡得渴死了。 天真无邪的大小姐总,是很有安全感,不是吗? 是啊,上辈子她是天真无邪的大小姐,不仅完全信任她们,还将她们当作至亲。 结果却害得连陆景泽都陪她一起葬身火海,这一次她绝不能让她们的计划得逞。 传闻高冷霸道总裁暴虐成性,私下玩死了不少女人,但她这一生只爱自己的老婆,活出性命都行。 白斧生抬头,就看见楼上的朝延,她被发现了,心里一咯噔,还不能让她们查出意样。 她们俩终于慌了,朝延什么时候醒的,不会全都听见了吧? 她假装没事的样子,打了一个哈欠,悠闲地走了下来。 爸,阿姨,你们在说什么呀,都把我吵醒了。 白斧生慈祥地笑了笑,啊,没什么,瞧她这副傻样,应该没听见。 她指了指桌面的文件,爸爸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朝延高兴地走了下来,打开文件,竟然是房产转赠合同。 果然,是这份包装成礼物的财产,赠与合同。 白斧生笑得很猥琐,爸爸打算将郊区那栋别墅送给你,当做嫁妆。 虽然是我们高攀了路角,但我们也不能失了面子。 其他的都处理妥了,只差你在这上面签字了。 为了拿走爷爷的财产,他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上辈子傻里傻气地接受,而这一次不会。 朝延惊讶地问道,这是爸爸的别墅,给我真的没问题吗? 他点点头,当然了,爸爸的就是朝延和薇薇的。 朝延醋了醋没,爸爸最近已经给了我很多东西了,再给我这个的话,薇薇又该吵我发脾气了。 不过,一个月后就是我的生日,爸爸可以在生日上把他作为礼物送给我。 在那之前,我会,装作不知道的。 李玉杰刚想说话,就被白斧生阻止了,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好,朝延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已成定局,一个月而已,他等得起。 他小心提醒道,待会儿陆景泽就要来我们家里送聘礼了。 你虽然不喜欢他,但也不要摆在明面上。 爸爸知道,你不想嫁给陆景泽,但爸爸也是不得已。 陆氏集团在全球都有产业,可以称得上一手遮天。 我们这种小门小户怎么能与之抗衡呢? 不过陆景泽容貌尚成,洁身自好,你嫁过去也不会太过吃亏。 他明知道陆景泽暴虐成性,私下玩死了不少女人。 白朝延嫁给他,怕是这辈子就要到头了。 朝延十分的乖巧,爸爸说过,只要嫁给陆景泽,我们家就会变得更好。 这都是为了我们家。 白斧生很是满意。 朝延真是他的好女儿,还真是好操控,果然是个傻子。 但是,忽然叮咚一声,应该是陆景泽到了。 朝延开心地跑去开门,心里眼里想的都是陆景泽。 当他打开门的那一刻,真的是自己每天想念的那个人。 陆景泽非常的绅士,帅气,手里捧着一束鲜花。 他心跳加速,陆景泽,真的是你,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上辈子你那么爱我,甚至为了我白白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这辈子,换我来爱你,从今往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再离开你了。 这一世,千金小姐决定要好好地爱他,不辜负他的爱你。 陆景泽心里一咯噔,他为什么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朝延擦干了眼泪。 请进,他们两个赶紧走过来招待。 陆总,快,快请坐,保镖冷冷地开口,就不麻烦了。 我们走完流程就走,这是陆总给白家送上的聘礼。 他看的眼睛发光,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 这点东西,大概也就值150万。 虽说本来对陆景泽送的聘礼毫无期待,但这也太贵重了吧。 保镖看他迟迟未收,大声呵斥,怎么? 这是对陆总送上的聘礼不满意。 他们两个赶紧表态,满意,这聘礼我们就收下了。 白斧生悄悄地告诉妻子,这点钱对于公司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不过暂时也能解一时之急,重要的是白朝延手里的财产。 上辈子他以为这些聘礼是陆景泽对白家的侮辱, 因而大闹了一场,使得他们两之间存了芥底。 后来才知,原来他准备的聘礼从来不是那些,而是深火烈焰。 因为女生走了过来,打开了手里的盒子。 白小姐,这是我们陆总给您的定清理。 李玉杰惊呆了,这是深火烈焰,想想又觉得不对。 深火烈焰不是被收藏在珠宝博物馆吗? 今天早上他还看见他正在展出的消息,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陆景泽的手里? 难道这是房品? 陆景泽心里很紧张,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 李玉杰瞧他这样子,笑了一声,果然是复制品。 仿的模样还挺像,幸好嫁给他的是白朝延,而不是他们威威。 朝延从桌面上拿走了这个盒子。 仔细瞧了瞧,这个深火烈焰红宝石,原来珠宝博物馆展出的才是复制品。 因为当年他刚在拍卖会上露面的时候,就已经被陆景泽高价买下。 而珠宝博物馆出三倍成交价购买,都被他开口拒绝,无奈指的用复制品展出。 可笑上辈子,他不懂陆景泽的情也不是红宝石的货。 竟然信了段玉杰,当作高房品,就送给了白威。 这一事,不会再将他的心意肆意践踏。 想着就把红宝石戴在了自己的手上。 朝他笑了笑,景泽哥哥,你送的这个,我好喜欢。 又看了看李玉杰,阿姨,我觉得这戒指好适合我啊。 你觉得呢?陆景泽看他不说话,一双眸子阴丽地看着他。 他才勉为其难地说,合适,当然合适。 这戒指,除了我们朝延,还真没人能配得上吧。 陆总真的是用心了,要是说不好,会不会当场被杀死。 这个陆景泽,为了蒙骗白朝延,居然威胁他。 不过白朝延还真是好户呢,都看不出这就是个高仿。 朝延主动亲了他一口,谢谢景泽哥哥,他当场愣住,立马站了起来。 他们两个惊到了下巴,疯了吧,白朝延这个傻子,连陆总都敢亲。 这下完了吧,陆景泽拉着他的手,冷漠地开口,跟我走。 陆总终于把喜欢的女孩带回了家。 朝延笑嘻嘻的,景泽哥哥,你要带我去哪? 保镖准备离开前,撂下几句话,婚礼定在下月二十六,我们希望能够如约举行,不然的话,白总拟着双腿可别想要了。 他们两个被吓到了,外面,朝延跟着陆景泽上了车。 他告诉助理,回西园,助理点点头,好的陆总,看吧,我早就跟您说了,当初的惊鸿一瞥不过是和尔姆作祟。 暗恋终究是没有结果的,更何况白小姐的。 朝延立马皆生,我还什么?他尴尬地回过头,不知道白朝延在车里,他微微一笑,你怎么不说了? 我还有些什么?陆景泽给他一个眼神暗示,敢乱说,你就死定了。 助理只好说好听的话,还有些魅力在身,与您简直天造地盛。 陆总,我劝您,还是继续练着吧。 说完叹了一口气,逃过一劫,朝延往他身边套了靠,景泽哥哥,你长得好漂亮啊。 陆景泽长相确实出众,上辈子真是瞎了眼了,才想要从他的身边逃离。 他又问道,景泽哥哥,你喜欢吃什么?我除以可好了,等到了什么夕缘,我做给你吃啊。 陆景泽却说不用,助理回过头来,我们陆总喜欢吃牛排和三文鱼,不喜欢吃香菜,不喜欢吃带皮的番茄和茄子,不喜欢太过油腻的东西。 关于陆总的事情我都知道,白小姐如果有想知道的,尽管问我。 陆景泽慢吞吞吐出两个字,多事,等说完了,才来阻止他。 陆总的心思,可真是比肺深啊。 他嘴角勾起一次笑语,今天是他最开心的一天。 李玉杰赶紧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 喂喂,计划有变,陆景泽把白朝延带走了。 你说陆景泽是不是真的喜欢,白薇薇根本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陆景泽眼光就算再长,也不会看上一个傻子。 就算陆景泽真的被白朝延吸引,那也不用担心。 我早就为白朝延准备了一份大的,绝对让他终身难忘。 他们一起回到了陆家,管家迎了上来,陆总,欢迎回家。 您就是白小姐吧,您好,我是陆家的管家,我姓方。 上辈子因为他的骄纵与方管家结了不少梁子,但他带他却依旧贴切,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对不起他。 有一个手下慌乱地跑了过来,小声地跟他说了一些悄悄话。 陆景泽听到这些话,忍不住择了一声,随后看向管家。 我先去趟书房,方说,你带他四处逛逛。 管家恭敬的点头,是,陆总,管家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我已经在庭院备好了插点,白小姐,请随我来。 他附和地笑了笑,那就麻烦方叔了。 管家觉得,白小姐倒是谦和有礼。 仔细一看,长相也是亲力脱俗,气质确实与之前的那些女人大不相同。 突然一个老虎冲了过来,管家吓死了,白小姐,小心。 豪门千金,霸气反击新机女。 大猫咪爱心满满地扑到他面前,管家看到这一幕,都有点震惊了。 朝延也挺喜欢这个大猫咪的,主动拥抱他。 管家从没见泰哥和第一次见面的人这样和谐相处。 这时,女佣匆匆攒了过来,实在抱歉,我也不知道泰哥怎么了。 管家责备一声,不是说过不要带泰哥来庭院吗? 他赶紧道歉道,对不起,我刚把他放出来,他就朝着这里跑来了。 朝延乖巧地摸了摸他的脑袋,没事,我也挺喜欢泰哥的。 女佣也一惊,泰哥怎么会对他这么亲近?命令泰哥,快过来。 泰哥不仅没有过来,还往他身上蹭了蹭。 上辈子他到西园之后,是西园为囚龙,当自己为龙中鸟,平日里只能找泰哥倾诉苦楚。 只可惜,他后来精神为敏,不久就去世了。 女佣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泰哥见了他之后,怎么连指令都不听了? 白威说的没错,这个白朝延果然是个祸害。 他假惺惺地笑了笑,我看泰哥是知道白小姐是未来的陆太太,专门来迎接她的。 正好泰哥也到家餐时间了,我去把牛肉拿过来好了。 说完他阴着脸走了,来到了一个房间,取走午餐,手里拿的是经戒内置。 这个药剂正好是白威给他的,少量可以给泰哥驱虫,过量可使泰哥陷入狂躁。 如果白朝延对他有威胁的话,可以把这个威给泰哥,借泰哥的手把他除掉。 女佣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把这个药剂倒到了午餐上。 他拿着午餐回来了,就听见管家告诫朝延小心,毕竟泰哥是猛兽。 他假意地笑了笑,我养泰哥这么久,还从未见他和人如此亲密,看来是有缘呢。 说着递给他一块肉,那白小姐要不要试着喂一下泰哥? 陆总平日也肃爱喂食泰哥的。 管家不同意,喂食泰哥风险不小,轻则受伤,重则死亡。 白小姐怎可轻易尝试,身为女佣,竟然敢顶撞。 她是未来的陆太太,日后免不了要跟泰哥相处的。 白小姐也应该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吧。 朝延抬眸看了他几秒,最后点点头,当然,管家十分关心。 白小姐,您可考虑清楚,他表示没事,放心吧,方叔。 说完他接过一块肉,爱心满满地看着泰哥,来,抬散了。 女佣得逞地喝了一声,你马上就要完了,忽然他被一把拽了过来。 陶炎突然想起来没有喂过的经验,要他先示范一下,随后把那一块肉甩在了他脸上。 霸总的保护欲太强了,果真是妥妥的宠妻狂魔。 女佣慌乱地快速把肉块甩到地上,一脸惊恶的模样。 朝延哀哑一声,这么好的肉就浪费了,你干嘛把他扔了呀? 女佣气急败坏地看着他,朝延抿了抿唇,你以为我真的会喂吗? 女佣十分地惊讶,难道他知道? 朝延用脚踩住那块肉,这肉里含有大量的经验类质,虽然它有蛆虫的效果,但它会刺激泰哥的大脑,让他变得兴奋甚至疯狂。 对不对,他只好装不明白,白小姐,你在说什么? 就算不敢喂,也不用找这种理由吧。 朝延撇了一眼桶子里的肉块,是啊,可是经验类质的味道那么重,想不闻出来都难,只是桶里这么多牛肉,怎么偏偏就你给? 我的那块才含有大量的经验类质,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呢? 他一直否认,白小姐,你别乱说,这么多年泰哥一直食用这肯牛肉,从来没出过问题。 朝延拧了拧眉,为什么之前从未出过问题,但偏偏今天就出问题了呢? 看来,陆家混入了有心之人啊。 他大怒道,白小姐,您别太过分了,我是泰哥的饲养者,泰哥出了什么问题,我肯定也要受牵连,我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 朝延冷笑一声,真是一个不错的辩解理由,说着,取下他的香包。 如果不是看到这个香包,他就真信,从你走过来时,我就闻到你身上这股味道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里面应该是一竹吧? 他所做的是被识破了,瞬间将在原地。 一竹是种毒草,散发的忧香可让猛兽沉溺其中,变得温顺,但这香味中也蕴含着毒素。 只要长期秀纹,猛兽就会渐渐变得神经衰弱,甚至是死亡,因而在一些地方是做竞品,没想到,你就是这么饲养泰哥的。 上辈子,他还以为泰哥是被汇于路甲,郁郁寡花而死,却不想是一直被他用竞品饲养中毒导致。 他终于承认了,笑了一声,白小姐鼻子这么灵,那不如闻闻这个气味。 说完,向他撒了一抹粉,朝延闻了闻,这是其他老虎的味道。 老虎素来不喜欢被侵入领地和私人空间,尤其是同类,老虎闻见了,立马呜呼一声,慢慢向他靠近,样子十分凶猛。 朝延意识到完了,距离太近,根本躲不了,突然伸出一只手,把他抱了过来,与老虎擦肩而过,他抬头一看,就看见,那个男的是自己惺惺念念的陆景泽。 陆景泽见眉一凑,我果然要把你放在眼皮底下。 这句话上辈子,他曾错将他当作禁锢,白白地痛苦了那么多年,现在才明白,原来,这是他对他的捧护。 朝延立马钻进他怀里,娇滴滴地叫了声,景泽哥哥,他竟然也有点羞涩了,女佣哭着求饶,陆总,我是一时糊涂,才做了错事,我求您,原谅我这一次。 他面无表情,十分冷漠,把他手绞折了,直接扔出去,你应该庆幸他,没有受伤,不然的话,我不介意直接让你消失。 朝延抬眸,景泽哥哥,你能先把我放下来吗?他紧凑着眉头,别动,要不然我可不能保证,待会儿会发生什么。 朝延听到这话,更加害羞了,上一辈子,他遭人陷害,无视高冷霸走的爱,而现在,他只想珍惜与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陆景泽抱着他回房间,女佣告诉这位男人,叶少爷,陆总说了,让您先回去等消息。 他笑了一声,觉得很有意思,陆景泽把他独自抛在书房,就是为了这个女人,他抱着白朝延,直接来到了房间里,他在他怀里很乖巧,还有点害羞,陆景泽轻轻地把他放了下来,叫他别动,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受伤。 此时,叶思辰正躲在门外面偷看,没想到陆景泽这么猴急,大白天的,就动手动脚,他准备拍下这一幕,想知道,能让陆景泽变成这样的女人,到底是谁。 不料下一秒,他打开了房门,叶思辰瞬间摔了进来,朝延看见是他,有点惊讶,他看见是朝延十分震惊,卧曹,怎么会是他,陆景泽很不熟,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回去等消息吗?叶思辰用手指着这个女人,有点愤怒,陆哥,你把他带回来,不会真的要娶了吧? 白家狼子野心尚且不说,白朝延他也就长得漂亮,实际上怎样,你我都知道,你如果真喜欢漂亮的,我那倒是有几个,可以帮你介绍介绍,他听到这话,脸色阴沉,朝延站了起来,叶思辰,你如果想说我的坏话,大可背后说,没必要在我面前说吧,说着,挽住他的胳膊,嫁给景泽哥哥的是我,又不是白家,我们俩情投意合,爱着你什么事了,用得着,你在这挑拨离间,他被他说得哑口无言,陆景泽也下了逐客令,你该走了,所泽那块地,他瞬间害怕了起来,好好好,走 还不成,顺便再交代几句,陆哥,过几天的酒会,你可别忘了参加,如果你要带他的话,注意防范着点苏倩,我听说,他已经准备回国了,朝延眼眸深邃,苏倩是苏氏集团的大小监,与景泽从小一起长大,对景泽情分深重,因而对他十分厌恶,上辈子的酒会,因被迫陪同景泽出席,却引来了苏倩的嫉妒,酒会上对他刁难,让他出丑,害得在酒会上丢失了脸面,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这一事,他绝对不会让他得逞,陆景 景泽看着他,这段时间,你就先住在这里,他满意地点点头,好啊,这样的话,我就能天天跟景泽哥哥在一起了,突然有点烦恼,景泽哥哥,我得回家拿一下换洗的衣服,他直接拉开了衣柜门,不用,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他看到这些漂亮的衣服,非常的兴奋,上辈子每当打开衣帽间,里面装着的永远是最新款的衣服和配饰,只可惜从未珍惜过,他激动地抱住了陆景泽,真诚地说了一声谢谢,他的心脏砰砰跳,眼眶都红了,朝延想起一件事,忍不住醋眉, 我马上就要返校准备高考了,可能只有周末才能过来,你会让我去的吧,上辈子,他千方百计地逃离景泽,使得景泽胜怒之下,将他关在了陆家别墅,白白地错过了高考,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景泽他应该会同意吧,朝延只好撒娇,景泽哥哥,你就让我去吗,我只是想好好学习,从而有资格站在景泽哥哥的身边,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发誓,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好,朝延有些意外,他居然答应了,原来这么容易,撒撒娇就可以了,为什么前世就从没想过与陆 陆景泽好好沟通呢,他垫起脚尖,亲了陆景泽一口,景泽哥哥,我真是太爱你了,上一世,他被人诱骗,导致无法学习,而现在,他只想好好学习,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终于又回到了这所高中,这次谁都别想阻拦他学习的步伐,教室里议论声不断,平常的考试,我都考不及格,这次考奥数,我就更不行了,就算是为了组建校奥赛队,也不至于广撒网吧,让那些好学生,考考就算了,你们懂什么,这次可是有奥赛的评委在,学校哪 哪敢糊弄,咱们还是放平心态,好好考试吧,上一世,白威在这次考试中成绩突出,被前来监考的奥赛评委赏识专心培养,随后一录绿灯,拿到了江广大学的保送,只可惜,他上辈子沉溺在要嫁给景泽的恐慌中,无法自拔,白白的失去了机会,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把握,考试正式开始,监考老师盯着他看了几眼,猝了猝眉,才扫一眼,就把答案写了,这个白潮炎,这个白潮炎,心思从来不用在学习上,常年缺课,成绩掉� 这次居然出席奥数考试,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其实他的成绩并不差,只是上辈子被白威设计导致心思转到了别处,才使得成绩落后,不过,现在可不一样了,很快,他在半小时之内完成了整张试卷,剩下的时间都在睡觉,监考老师无奈地挠了挠头,这就写不下去放弃了,果真是江山一改,本性难移,考试时间到了,朝延第一个走上去交卷,有些嘲笑道,果然是全靠闭眼懵的答案嘛,他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你又不是阅卷老师,怎么知道我,这次居然出 知道我的答案对不对,万一我就全部通过了呢,他哈哈大笑,这种大话也说得出口,就凭你250的成绩和智商吗,我看他也别叫白朝延,直接叫白人梦算了,另一个同学大喊道,老师,看看他对了几道题,老师正在低头查阅着,几分钟之后,让他想不到的是,竟然全都对了,同学们纷纷不相信,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是满分,同学出声道,他平时成绩一向落后,怎么可能会逃满分,老师表示自己全程一直盯着他,根本没有作弊的可能, 另外几位同学告知,老师,现在作弊手段可发达得很,是啊,都这么明显了,还不是作弊,一个后劲声会忽然开窍,我可不信,老师愤怒地拍下桌面,白朝延,你居然敢当着老师面作弊,他大声反驳,我没有作弊,老师拿起试卷,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分数,朝延醋眉,冷冷地道,这都是我努力的结果,老师把试卷扔在地上,死死地瞪着他,就凭你平时的成绩,考大学都难,奥数居然考了满分,白朝延,你在这骗谁呢,这时, 一位老师走过来,捡起了地上的试卷,看了看,解题思路清晰明亮,解题过程简单便利,这步骤,他怎么就没想出来呢,老师,看到这一幕一惊,张老,他是江广大学教授,张静明,奥赛评委,奥赛金牌得主,他和谐地笑了笑,请问,白朝延是哪位? 众人纷纷被打脸,不料他是奥数天才,教授拿着卷子,问道,白朝延是哪位?他抬眸,我是,教授笑眉眉地摁了一声,是个好苗子,老师唉声叹气,张老,这白朝延是我们班的学生,我对他最为了解,他的成绩常年班级倒数,怎么可能奥数考满分呢? 他肯定是作弊了,白朝延声音冰冷,再次强调,自己没有作弊,如果你们怀疑我的成绩,大可以再拿一套题,让我来做,要是我能全部做出来,自然就能证明我没有作弊。 真实的,我希望刚才污蔑我的同学,都能向我道歉,毕竟你们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我的声誉,同学们都觉得这个白朝延太嚣张了,老师,让他写,我就不信他全能写对,老师同意了,如果你没能全部答对,我就将这件事,当作恶劣事件上报学校,让学校对你做出相应的处理,这个,你没有意义吧? 他理所当然地说了两个字,当然,教授很和谐,考题的话,我们组委会倒是背了一套避卷,这位同学,你跟我来办公室一下吧,我会亲自看着你做题,这样有没有作弊,便一目了然了。 同学们看着白朝延和教授走了出去,当即哼了一声,这下好瞧了,看他还怎么装,忽然白威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姐姐出什么事了?刚刚听说,我们学校出了个奥数满分,这怎么可能呢? 这份题能考几个就不错了,满分什么的,不好说肯定是有,什么问题吧?姐姐,你是被叫去办公室了吗? 朝延看着他十分的淡定,你说的那个考满分的,就是我,他听言一阵,这怎么可能,赶紧向老师赔罪,老师对不起,姐姐这次确实做错了,我带他向您道歉,还请您大人有大量,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他最后再说一遍,我没有作弊,白威,你也用不着在这情形,他表现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姐姐,你怎么这样,我是担心你,朝延促眉,你还会担心我,他开始装傻了,姐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明白,他烦躁死了,不明白,看来,你这个年纪第一,不过是徒有其表,连这都不能一回,说完转身离开,他搞不明白,白朝延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竟然敢反驳他了,两个女生劝道,喂喂,别管他,像他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关心,是啊,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半个小时后,成绩批阅好了,全部正确,老师都感到不可置信,这不可能,而教授却十分的高兴,真的是后生可畏啊,白朝延同学,你这成绩,完全有参加联赛的资格, 我很看好你,他有礼貌的说,谢谢张老师,我会努力的,面无表情的看了眼老师,这下应该没人再会说,我的成绩是假的了吧,他无话可说,很快消息被传开了,白朝延的满分成绩是真的,他当着组委会评审的面半小时,把整张奥数卷全部作对,这下可没人再说,他是作弊了,他这哪是作弊,他是开挂了吧,听说冤枉他们班主任和班上同学,都给白朝延道歉了,他不相信,白朝延怎么可能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甚至怀疑他还用了别的手段,陆总千年铁树开花了,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女朋友了,朝延在食堂吃饭,并给陆景泽发了一条消息,景泽哥哥,我今天考试了,真的好累啊,求嬷嬷,公司这一边,陆景泽正在开会,讲解员刚要问陆景泽,就是意,先暂停一会儿,他十分的紧张,不会自己讲错什么了吧,下一秒,陆景泽回过去一个嬷嬷的表情包,朝延快速地又发来了几条,有了景泽哥哥的嬷嬷,不过景泽哥哥,现在应该是在工作吧,那我就不 再打扰你了,等周末放假,我立刻就去见你,陆景泽勾唇笑了笑,这是他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员工看见都已经,陆总竟然笑得这么开心,该不会是铁树开花了吧,究竟是看到了什么消息,他紧张得身体颤抖,还在纠结自己真的没讲错什么吧,白威走了过来,垂头丧气的,姐姐,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朝延醋眉哦了一声,是吗,他刚刚心情好得很,如果不是他出现的话,白威假惺惺道,你要嫁给陆总的事,我也曾试图阻拦过爸爸,只可惜无济于事,不过你放心,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嫁给陆总的,不过姐姐,这次的奥数题,你是怎么做出来的,我知道,姐姐有学习的天作,姐姐肯定是有什么诀窍吧,朝延偏头看了看,原来这才是他的mood,他咳了几声,既然妹妹这么体贴我,那我肯定也不能吝啬,凑过去小声道,妹妹知道临时抱佛脚吗,我在考试之前,双手合十虔诚祈福,使得佛光普照,才让我在考场上毛色顿开,从而得了一个好成绩,只要妹妹效仿,好成绩就可守到勤爱呢,白威烦躁了起来,我是真心来请 教姐姐的,姐姐即使不想说,也不用说这种话来耍我吧,回到教室后,她的追求者看见,上前问道,白威,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是白朝延又欺负你了吗,她其实烦死这个林玉峰了,如果能借她的手,整一整白朝延,这样不仅能教训那个贱人,还能摆脱林玉峰,简直是一举两得,随后她一脸可怜兮兮地看着林玉峰,她的心都痛了,怎么了,白威,发生了什么事,白威委屈地哭了,我今天听说,姐姐奥数满分,本想趁着午饭时间祝贺她,却不 想姐姐,她不仅出言辱骂我,还想让我在老师面前亲口承认我不如她,她听言大怒,什么,这个白朝延也太过分了,白威伤心地擦了擦眼泪,其实我也理解姐姐,毕竟姐姐能取得这个成绩也很不容易,她都听不下去了,你理解她,那谁来理解你,另一个女生也道,白朝延才考了个满分,就这么看不起人了,白威可是她亲妹妹啊,林玉峰准备离开,去找白朝延讨回公道,她阻拦了一下,她好歹是我的姐姐,玉峰,这次就算了吧,林玉峰回过头来,紧紧地握住 她的手,白威,你就是太善良,才会被白朝延欺负成这样,这次放过她,以后她会变得加厉,说完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她还站起来,假意地提醒一句,玉峰,你别冲动,她喜欢一个人,就会对她死心塌地,不料有一天她,发现了她的真面目,原来她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女人,玉峰大吼一声,白朝延,她回头看了看,只见一个男生,愤怒地朝自己走过来,用手指着她大骂,白威好歹是你的亲妹妹,你怎么能那么羞辱她呢,她反问道,我怎么羞辱她了,玉峰� 狠狠地咬紧牙关,你还不承认了,白威可全都告诉我了,她双手抱胳膊,笑了笑,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怪不得被白威耍得团团转,玉峰放下狠话,你胡说什么,赶紧去向白威道歉,不然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朝延眉睫不耐烦地动了动,莫须有的罪名,我为什么要忍,说完准备离开,她伸手拦住她,朝延反手抓住了她的手腕,狠狠地把她摔在地上,没想到,景泽上辈子逼她学的防身术,现在还真派上用场了,朝 真把她当真爱了,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只有你为白威出头的时候,她的态度才有所缓和,为什么白威受了委屈,每次找的都是你,她始终不相信,那是她依赖我,朝延声音冰冷,今天晚自习,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去华前夜总会门口看看,到时候,她是什么样的人,依赖的到底是谁,你自然就清楚了,晚上,她还是来到了夜总会,不敢相信白威真的会来这种地方,可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白威,准备离开的时候,就听见了白威的声音,红林,你最近怎么那么忙,我都好, 久没有见过你了,那个男人笑了笑,不是我吗,是你太受欢迎了,追求你的人那么多,能见你一面,还真是不容易,说着,送给她一件礼物,昂贵的项链,白威看着两眼发光,满眼的喜欢,激动死了,这是她最想要的那条项链,而她看到这一幕,身体都在颤抖,白威主动搂住了她的脖子,红林,你对我也太好了吧,果然,我最喜欢的还是你,她发了疯的大吼,白威,陆总的保护欲,真的太强了,不准任何人伤害她的未婚妻,御风逼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抓住她的手臂,十分的焦急,白威,你跟我说清楚,她吃痛一声,御风,你弄疼我的了,这个男人挺身而出,把她护在了身后,你这是在干什么,白威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御风,我一直都把你当作哥哥看待,对你没有别的意思,如果让你产生误会,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御风这才看清她的真面目,你是说,从始至终,都是我在自欺欺人,男人冷哼一声,原来是个连备胎都说不上的可怜虫,还不赶紧滚,他们俩因为争吵打了起来,很快,周围的人都过来观看,忽然 出现了一个人,撞到了白威,他摸着受伤的脸,大吼道,是谁撞了我,几个保镖昂首挺胸的告诉他们,花钱禁止斗殴,你们坏了规矩,请立刻离开,男人猝紧眉头,我可是黑卡VIP,你们几个保安,就想让我走,我要见你们老板,保镖明确地告诉他,这就是老板的指示,他被打脸了,心里慌得乱跳,保安冷声开口,而且,您坏了花钱的规矩,我们已经将您,拉入了店铺黑名单,如果您,再次纠缠的话,我们不介意采取强制手段,白威拉着他的衣袖,道 道,这都是我的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会来这里闹事,我也不想,事情也变成这样,玉峰呵呵笑,自嘲地说自己,原来他说的是对的,我实在是太天真了,才会以为你会喜欢我,其实在你的心里,我什么都不是,最后,他们两个人冷漠地离开,白威搞得有点狼狈,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另一边,公司,属下前来汇报,陆总,花钱那边的事,已经处理妥当了,陆锦泽脸色阴沉,他还没受到真正的教训,吩咐下去,把他触到朝延的那只手切掉,他出了一层冷汗,陆总, 他毕竟还是个学生,夫人已经教训过他,如果他断手的消息,传到夫人耳朵里,要是夫人得知,是您做了这些,他眼眸锤了锤,那就先系在帐上,安排车去立香刀中,说完走着离开,学校教学楼下面,停了一部豪车,学生们惊讶道,哇,那是谁的车,这么晚了,是来接学生下晚自习的吗?这时,白朝延走了出来,看到面前的车,愣了愣,手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夫人,陆总都已经安排好了,朝延望了一眼车子里面,惊喜地叫了一声,景泽咯嘎嘎,� 随后坐了进去,你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吗?陆景泽双手抱着胳膊,镇定地说,一会你就知道了,陆总果真是宠妻狂魔,不允许任何人贬低自己的妻子,服务员要陆景泽确认菜品,他冷声吩咐,来点香辣的香菜和草莓类的甜品,朝延此时也开口了,麻烦再来一些清淡的江浙菜,不要香菜,不要酸,他们俩心中窃喜,原来对方都知道自己喜欢的口味,朝延看见一桌子菜,十分地激动,而陆景泽却淡定地说,你烤了满分,随便庆祝 他靠过去,亲了一口陆景泽,景泽哥哥,你对我真好,他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一边,满脸的害羞,朝延热情地给他夹了一个菜,小分张口,这时苏倩走了过来,景泽,好巧啊,我们真是好久不见了,主动地坐到他旁边,来这也不告诉我一声,陆景泽没有理会他,反而把包好的虾递给朝延,他温声地说了一句谢谢,苏倩打量了一下朝延,你应该就是白小姐了,还真是跟传闻中一模一样,陆景泽听到这话就不爱听了,脸色阴沉地看着他,白薇究竟在多少人面 前边拍过他,不过上辈子,他的确娇纵,倒也怪不得外界风评不好,苏倩笑了几声,白小姐不要误会,我是说白小姐的长相跟传闻中说的一样漂亮的,当我听到两位要订婚的消息时,我还吓了一跳呢,身为景泽的青梅竹马,我以为他会选择像我一样有背景的家族小姐,没想到是我错了,朝延的脸黑了,吓一秒,笑了笑,景泽哥哥要娶的是真心喜欢的人,又不是权势,况且,我并不认为景泽哥哥需要依靠那些东西,苏倩此时无话反驳,他往陆景 景泽身上靠了靠,看来苏小姐对景泽哥哥的了解,好像有些偏差,无论是性格,还是口味,他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刚要开口,陆景泽英式的眸子看着他,冷漠出声,你该走了,他只好忍着脾气离开,白薇说的没错,白朝延他,不是个善差,陆总简直是宠妻狂魔,太宠爱自己的老婆了,他们准备离开时,一个属下前来汇报,陆总,刘总邀请您,明晚八点,参加刘老夫人的八十岁寿宴,陆景泽直接拒绝了,明晚他打算带朝 朝延去看引出,朝延摸着下巴思考,刘总,是刘宗蓉吗?上辈子,白家拿着他的策划案给刘宗蓉,从此抱上了刘家的大腿,才在商界有了立足之地,这辈子可不会让他们这么轻易得逞了,他对着陆景泽撒娇道,景泽哥哥,我听说刘总家为了筹办刘老夫人的寿宴,请了不少顶级点心师,你带我去参加好不好,他这才跟手下开口,那就告诉刘总,明晚我会参加,那一天晚上,陆景泽带着朝延盛装出席晚宴,惊艳了所有人,众 众人议论,陆总带女伴来了,那不是白朝延吗?虽然漂亮,却是个没有头脑的花瓶,白家名声那么丑,真不知道陆总为什么会带她来,刘总蓉感谢了他们一番,今日诸位能力领笔人寒舍参加家母的八十岁寿宴,刘某十分感激,他记得刘老夫人就是在今天的寿宴上突现急症,因为能得到及时治疗去世了,这件事情在网上掀起轩然打波,前世他为了找寻治疗爷爷的办法,曾跟神医白竹学过一些针灸之术,白竹先生说过,刘老夫人当时是有救的 只是可惜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如果可以,今天也许能试着改编这一切吧,刘总蓉站在台上十分的高兴,比人以为诸位准备好了酒水和点心,还请诸位好好享受,接下来,请家母与各位说上几句,刘老夫人面容慈祥,多谢诸位出席我的寿宴,能来到这里的,都是我刘家的亲友,话还没有说完,觉得胸口一阵阵的刺痛,他健壮,赶紧扶住了自己的母亲,焦急到,快,把几院长叫过来,几分钟后,集团少爷几云明来了,他是公认的医学天才,蹲在刘 你感觉怎么样?刘老夫人吞吞吐吐地说,我胸口疼,缓不上气来,刘总蓉安慰母亲,别担心,几云明医术高明,年纪轻轻,就破格提拔为院长,他会救您的,他感觉情况不太乐观,立即联系华东医院,请他们立刻派救护车过来,他终于慌了,我母亲的情况是怎样的?几云明紧凑眉头,这种急症的黄金治疗时间只有五分钟,如果用中医针灸的话,能够有效延缓病情发展,坚持到救护车来,只是他一直专攻的是西医,对针 他一定有办法,忽然,朝延走了过来,拿出一根细小的针,插在了刘老夫人的脖子上,刘总蓉见状,立马把他拦住了,你是谁,在干什么?众人惊呼,那不是白朝延吗?他疯了,拿针扎刘老夫人,刘总蓉大怒道,你别乱来,要是我母亲有什么差错,我不会放过你,突然,陆景泽从人群里走了出来,信誓旦旦的开口,让他治,我为他担保,白家千金竟然是赫赫有名的中医传承者,刘总蓉抬起眸来,竟然这个男人是陆景泽,几云 确实在救老夫人,而且看他的行针手法,似乎得自白竹前辈真传,一群人惊呼,什么?白朝延会的针灸,他什么时候学的医术?难道他是白竹的徒弟?这不可能,他就是个花瓶啊,经过一番努力后,他松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刘总蓉赶紧问道,母亲,你觉得怎么样?老夫人瞬间觉得好多了,几云名给他检查了一下,老夫人心脏跳动的频率和呼吸已经恢复正常,刘老夫人的情况确实稳定下来了,白朝延嘱咐道,等到了医院,将老夫人身上的银针 去除即可,底下的人很震惊,没想到这位小姐,居然将刘老夫人治好了,白朝延居然这么厉害,他不是个花瓶吗?那是谣言,那肯定是极度白小姐才华的人传出去的,他笑眯眯的看着锦泽哥哥,我有点累了,过去吃点心吧,几分钟后,陆锦泽给他加了好几个甜品,朝延呵呵一笑,他是在心疼他吗?锦泽哥哥,针灸虽然耗费心力,但我只是累了,也没有要饿死,忽然一个老先生走了过来,白小姐,可以打扰一下吗?陆锦泽有礼貌地叫了一声孙 孙大师,这位不是国画大师孙令毅吗?他找他能有什么事,他面容慈祥,刚才瞧见白小姐医术高明,不知道能不能拿出一点时间为我诊治,朝延有点惊讶,找我医治吗?老先生伸出了一只手,颤颤抖抖的,我的手自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频繁剧烈抖动,之前还勉强能够空笔,但是现在就连笔都拿不了了,我私底下跑了许多知名医院,寻求帮助,都没有结果,听说神医白竹擅长治疗这种病症,但他行踪身份成名,出手医治全看演员,我没得机缘, 请得动他,所以,朝延有点谦虚了,孙大师严重了,我医术不精,只是会些皮毛,承蒙孙大师看得起,我也不会推子,大师话计高超,要是因此封底,实在是可惜,今天毕竟是刘祖寿宴,现在恐怕不方便看诊,下周天上午,我亲自登门拜访,为您诊治怎么样? 几云明走了过来,打了一声招呼,白小姐你好,陆锦泽泽了一声,走了一个又来一个,今天就不该来,几云明十分恭敬,今天多亏你出手,才救了老夫人一命,白小姐的医术,真是让我自残行婚,刘总也说想当面谢谢,说完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客厅里,刘东龙道谢道,今天要不是白小姐和陆总,恐怕我就要失去母亲了,从今往后,您二位就是我刘家的贵客,以后如果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我刘东龙一定尽心尽力,朝延笑眯眯地点点头,其实,我现在确实有一件事情, 听说最近刘总正在犹豫与白家的合作,他哦了一声,合作的事情,白小姐别担心,我很快就可以签订,朝延摇摇头,我的意思是,希望刘总取消合作,刘总容啊了一声,他竟然要取消白家的合作,没想到白家千金竟然是唱歌天才,朝延淡定地喝了一杯茶,刘总其实应该看得出,白家的合同简直漏洞百出,刘总要是真签了,恐怕会摔个大跟头,他也想到了这里,所以才一直搁置,他一脸惊恶地问,白小姐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我知道,白小姐也是白小姐, 白家的人,朝延眼神挺有志气,白家是白家,我是我,还请刘总能区分开,陆景泽听到这话,都愣了几秒,刘总容笑了笑,今天能认识白小姐,真是刘某的幸运,不过,我也总得找人合作的,既然白小姐帮了我这么一个掌门,不如,我跟白小姐合作吧,他记得上辈子,景泽一向不愿意,让他顾问生意上的事情,小心地试探,非吗?陆景泽微微一笑,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他听言,心脏砰砰跳, 下一秒,答应了与刘总容的合作,他高兴坏了,能跟白小姐和陆总合作,真是我们刘家莫大的荣耀啊,哎呦,我差点忘了,应该是陆太太,他们两个,瞬间不好意思了,他拿出一个礼物盒,听闻你与陆总正准备结婚,这是我前段时间在拍卖会上得来的,据说英国王妃曾佩戴过,算是我对陆太太的谢礼,同时也算是给陆太太和陆总的新婚礼物,祝两位白头偕老,早生贵子,陆景泽听到这话很满意,双手抱着胳膊,慢吞吞吐吐出 他感觉陆总好像突然变得很高兴的样子,学校这边都传风了,为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时间,陶冶情操,本周五,本校将与恒北中学一同举办一场交易会,同学们可以自己准备节目上台表演,白威迅速走到讲台上,手里拿着报名表,想要上台表演的同学,请到我这里来报名哦,一群人涌到台上,纷纷说我要报名,上辈子白威就是在这时候被方寻看中,从而空降,话唐春,徐宛如一角的竞选,最后又用了些下三滥的手段,让投资人看中,从而获得更多 获得了这个角色,既然这样,他也可以去试一试,一位女生问白威,威威你肯定要参加的吧,你是报名唱什么歌呢,他笑了一声,还没想好呢,不然,朝延走了过来,既然妹妹也要参加,那也给我报个名吧,白威一脸震惊,白朝延,你要演什么,他温和一笑,和妹妹一样,唱歌,同学们很惊讶,白朝延你会唱歌,我们听白威说你从小就五音不全啊,你不是吧,白朝延,不会是因为方寻来,你就硬着头皮,要挤进来掺一脚吧,朝延凑过去,挽住了他的胳膊,怎么会 其实我和妹妹从小就一起学习声乐,只是我没有妹妹唱得好,就给妹妹当个陪训也好,是不是啊,薇薇妹妹,明明是从小一起接受专业的声乐训练,白威总说他唱得不好,结果他就真以为自己五音不全,后来也嫌少在人前开口唱歌,若不是陆景泽听到了他的歌声,也不会知道,豪言的歌声这么好听,可他当时却认为,陆景泽是在挖苦他,一群人笑哈哈的,行吧,如果你非要参加,到时候,可别在交易会上唱得一塌糊涂,那我们不就等着看好些了 他的马甲又掉了,竟然是唱歌高手,朝延边走边跟陆景泽发信息,景泽哥哥,你后天有空吗,后天,我们学校要举办交易会 我在现场,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他简单地回了一根,然后他退掉了后天的所有日程,精心地为朝延准备了一个礼物,担忧他会不会喜欢这个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后天,女生嘱咐道,薇薇,马上就要到你上台了,你可千万不要紧张啊,白威笑了笑,我又不是第一次登台,怎么会紧张呢 说着看向朝延,我先去为姐姐试试水,姐姐也要加油哦,他没有理会,冷哼了一声,怎么回事 朝延最近为什么总对他这样态度,无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白朝延发生这么大改变,想一想还是算了 总之先安心表演,凭他的魅力,一定能征服方寻 白朝延都多少年没唱过歌了,他就不信他能唱得比他好,随后他登上舞台,就有人尖叫 白威今天好漂亮,简直是我的女神,白威人长得美,歌也唱得好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人存在啊,几分钟后表演结束 方寻满意地点点头,这位同学倒是唱得有点意思,校长觉得很有面子 这位可是我们学校歌唱大赛的冠军,你要是觉得不错的话,让他唱完我就让人把他带过来 方大师可是业内一等一的名人,要是他们学校出了一个方寻的关门弟子,岂不是很好 下台后,女生激动道,威威,你唱得太棒了,刚刚方大师全程都在看着你 她比较谦虚,交易会上比我唱得好得多得多 方大师看着我也不过是偶然,你们这些话可别乱说,小心被别人当真了 之前上台的她都看过了,都是些不入流的表演 不是跑调就是妄词,根本不足为据 这交易会上,能说得上完美的,也只有她 她笑着和朝延说,姐姐,你不用紧张,像我刚才一样,自然发挥就好 很简单的,她再一次没有理会,直接走过去 白威怒气冲冲地看着她,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上台后,底下一遍嘈杂声,据说白朝延五音不全 我这耳朵就要废了,可她人长得这么好看,声音也难听不了哪去吧 你们真是太夸张了,陆景泽听到这些话脸都黑了 命令属下,散场之后,把那几个说话的舌头都给切掉 她确实很多年没有在人前唱过,但并不代表就没有练习 而且,今天唱歌怎样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方寻想要的角色 她唱歌刚唱到一半,方寻十分的震惊 两眼看着她 白家千金,成为霸总的专属宠爱 方寻立刻站了起来,她叫什么名字 校长吞吞吐吐地说,她叫白朝延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唱歌也这么的厉害,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好苗子 底下又传来了一片嘈杂声 到底是谁传的白朝延五音不全啊 这明明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你们有没有听出来 这首,是最近很火的那个网络歌手出的新歌 是男星的新歌 不过,他翻唱的实在是太好了 我都还以为是男星本人来了呢 陆景泽垂了垂眸 算了,舌头暂时留着吧 手下这才松了一口气 陆总,这不就是他要找的徐宛如吗 今天这首歌,就像剧中的徐宛如唱给爱人 朝延笑容甜蜜地看着底下的陆景泽 我真的好幸运,这辈子还能遇见你 我送的礼物,你喜欢吗 后台,白威咬紧牙关 朝延怎么唱得这么好 难道他一直没有放弃 还在偷偷练习 这时,方群走了进来 请问,刚刚唱歌的那位姓白的同学在这里吗 同学们一把拉过白威 这呢,这位就是白同学 他谦虚一笑 能被方大师选中,是我的荣幸 我从没想到,这种幸运的事能发生在我身上的 然后听见不是自己瞬间愣在原地 我要找的那位同学,叫白朝延 同学们不可置信地看向他 白朝延他怎么会被方群看上 方群走了过去 我想邀请你参加华唐春 徐宛如一角的竞选 说着递给他一张入场券 决赛将在这周六的上午八点举办 举办地点在爱园音乐厅 凭借你刚刚的表现 我觉得你有机会拿下这个角色 朝延点点头 好,我会去的 白威此刻心灰意冷 怎么会这样 要不是白朝延被方大师邀请去参加竞选的 一定是他 同学安慰道 微微,方大师错过了你是他的损失 校外礼堂 朝延跑来见景泽哥哥 首先问道 我唱的歌好听吗 他轻轻吼了一声 朝延满眼害羞 这首歌其实是唱给景泽哥哥的 你喜欢吗 他伸手递给他一个礼物盒 朝延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 他简单地说了两个字 回礼 这条项链上竟然还刻了他的名字 这一次 他们俩终于两情相悦了 手下插嘴道 这礼物是专门为白小姐设计定制的 陆总开车跨越两百多公里 亲自去取的呢 陆景泽嫌弃地说了两个字 啰嗦 深情地看着朝延 喜欢吗 上辈子跟他的婚礼前夕 他也曾收到过一条项链 他们跟他说这是景泽亲自设计的 可他当初讨厌他到了极点 对他送来的东西也不感兴趣 连看都没看 就将他随手扔到了某个角落 当初 丢弃的又何止是一条项链呢 陆景泽没有听到他的回答 以为不喜欢 满眼失落 朝延非常激动 我只是有点感动 我太高兴了 景泽哥哥 你可以帮我戴上吗 他从身后帮他戴上了 既然你戴上了这条项链 就是我的人了 从今往后 你独属于我 朝延笑得很甜蜜 作为交换 景泽哥哥 也要独属于我才行 说着扯了扯领带 在他脖子上面咬了一口 陆景泽害羞了 身体动了动 朝延伸手摸了一下 别动 景泽哥哥 你不是说 专属于我了吗 那我可要留下印记才行啊 属于专属他的印记 景泽哥哥 一直刻起手里 看着是个霸总 其实是个纯情男高 这么宝藏的人 我这次绝对会好好珍惜 白薇在家脸色都不对劲 妈 白朝延现在处处针对我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白母叫他小心点 我听说白朝延这次 在刘家宴会场上 救助刘老夫人出境风头 随后刘家就突然取消 白家的合作 说不定就是白朝延 在里面使的绊子 薇薇 白朝延好像已经变了一个人 他不像以前那么好对付 他哼了一声 就凭他 一个傻白甜的大小姐 能跟我斗 你放心 徐宛如这个角色 只能是我们微微的 决赛当天 王总和方大师握了一个手 笑颜没开的说 我还给方老师 带来了一位特别适合的新人 白薇笑容灿烂 方大师 您好 又见面了 之前在校联谊会上见过 不知您还有没有印象 方寻愣了愣 随后看一下王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挑了挑眉 没有什么意思 我希望这次比赛 能让22号选手获胜 他刚想说什么 王总就说下了狠话 如果连这个都左右不了的话 那我认为 我就没有必要再投资下去了 请方老师好好考虑一下 说完 他俩转身离开 方寻问道 白朝延小姐来了吗 工作人员回复 暂时没看到他 怎么回事 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怎么还没到 白家千斤的车技 简直是太高了 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朝延快速地跑着 最终还是被他们围了上来 一群人黑黑笑 别急着跑啊 小姐 撞到人就想走 没那么便宜的事 这几个小混混 今天从出校门就跟着他 故意找茬碰� 现在又拦住去路 很难不觉得 是特意安排来阻止他去比赛现场的 为首的勾唇一笑 小姐 我们来好好谈谈 怎么赔偿损失啊 既然如此 他也不会手下留情了 几步就冲了上去 两三下就把他们打倒了 用力猛的一甩 他就倒在地上 抢了为首的摩托车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想要赔偿的话 可以去陆氏集团找陆景泽 如果你们够胆的话 说完 头也不回地开走了 黄头命令 还愣着干什么 快追 后头很快就出现一辆车子 朝延一点也不担心 想追上他 再练他二十年吧 下一秒 他就开进了一条小巷子 上辈子没白跟着陆景泽 这飞车的技术 倒是没手声 小混混骂了一句靠 不是说 这丫头 只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吗 这车技 起码混了三年飞社会 红毛给老板汇报 对不起 被他跑了 话还没说完 一群车就围了上来 四人瞬间惊呆了 这什么情况 保镖大吼一句 知道你们追的是谁的人吗 他们终于慌了 你们要做什么 保镖也不废话 直接把他们带走了 这一边 比赛开始了 白威得逞的笑了笑 看来他妈确实找人 将白朝延拦下了 那他的对手就剩下他 万玉琪 这次比赛的热门人选 只要赢过他 徐宛如这个角色 就只能是白威的 他上台后 锯了一个弓 各位评委老师们好 我是万玉琪 下面开始我的表演 刚唱了几句 喉咙就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剧烈地咳嗽了好几声 评委一脸惊慌失措 万玉琪这是怎么了 看样子 应该是嗓子出了问题 万玉琪只好落荒而逃 这时 主持人走了上来 刚刚我们的18号选手 出了点问题 但这并不影响 我们接下来的比赛 让我们来邀请 下一位参赛选手 19号白朝延 白家大小姐 竟然是唱歌高手 没人能赢得了他 白威在后台看着 看朝延最后有没有出场 底下一片寂静 主持人再喊一声 请19号参赛选手 白朝延上台 后台选手议论 19号没来吗 这么重要的比赛 都迟到 肯定是不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我为了这次比赛 早晨4点就起床打路 如果他重视的话 也不至于现在还没到 白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很好 不出意外的话 徐宛如这个角色 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主持人尴尬一笑 既然19号选手 没有到场的话 那我们就请下一位选手登台 22号选手白威 就在这时 白朝延来了 大喊一句慢着 观众们立马往后看 他此时的头发凌乱 五官十分精致 但透着一股强势的气质 评委们都觉得 这个女孩很漂亮 方寻笑我 白小姐 你终于来了 很高兴你首约 他来到评委面前 说了一句抱歉 我路上遇到点事 具体是什么 容我之后再说 这是我的唱段 这是白威上辈子曾用过的 既然他故意设计 不想让他参加比赛 那我就选这个唱段 用魔法打败魔法 岂不是更具有冲击性 主持人看了看卡片 这个跟我们22号选手提交的唱段 是一模一样的 他表现得很惊讶 哦 是吗 那还真巧 白威醋眉 白朝延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 他提出 如果可以的话 能否让22号与我同台表演 这样的话 也可以节省一些 因为我耽误的时间 白威答应了 他倒要看看 朝延耍什么花招 他们表演了一会儿后 评委们觉得 他们两个竟然都选了这个唱段 还真的是勇气可嘉 最后的那句 可是逐渐升到 一六 他们真的能行吗 方寻眯了眯眼 徐宛如看的 可不仅仅是节奏和唱功 还有穿透力 爆发力等等 各位可要综合评判 白威唱了一小段 声音红亮 评委有点震惊 这位选手的声音空灵 透亮 倒是让人眼前一亮 朝延唱了一段后 这位女评委觉得 这位选手很优秀 节奏把握的也很好 唱功也很出彩 林总也很满意 19号的气息很稳 尾音也恰到好处 我看啊 这徐宛如非他莫属 另一位并不觉得 结论不要太糟 19号选手唱的不在原调上 节奏也有些快 不如22号选手 刚刚方大师也说过了 要综合评判选手 我们在这里吵来吵去 倒不如听完全段 再行评判 白威死死的瞪着他 按照他们的分段 最后唱一六的 会是白朝延 他故意把最难的 这个部分丢给他 他还真的以为 自己能唱得上去吗 没有经过正规训练 他简直做梦 白威肯定会认为 他会失败的吧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谁 下一秒 朝延唱出了 最难的那一段 刚唱几句 评委们十分的震惊 他居然唱上去了 而且这么轻松 我的天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白威简直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陆总唯一的宠爱 就是他的未婚妻白朝延 白威不知道他 什么时候偷学的 十分的愤怒 你是故意跟我选一样的唱段的 他微微一笑 妹妹误会了 我不知道 妹妹也会选这一段 我只是觉得很好听 这只是个开始 他上辈子给他的伤害 这辈子 他会千倍百倍的还给他 经过评委们的专业评判 本次比赛的获胜者 是十九号选手白朝延 男评委很是开心 这女孩简直就是徐宛如本如啊 真是太厉害了 现在其他公司的人 也在抢白朝延 最终 他还是选择了方寻的公司 白威找到了王总 这个角色被白朝延拿了 那我该怎么办 王总叫他放心 我答应过 你母亲一定会让你 拿到这个角色的 他很不甘心 可是白朝延那么心机 抢了最出彩的高音段落 要是我唱那段 那徐宛如一定是我 王总挑了挑眉 你别担心 白朝延不过是个小角色 让他出局还不简单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 林总为了感谢他 特地投资他喜欢的音乐 还把方大师的星座 带给了他 纪院长摇了摇头 医者本应悬护即逝 所以林总 这票我不敢收也不能收 他笑得很灿烂 您还是收下吧 这部剧非常精彩 您看了绝对不会失望 尤其是徐宛如的演员 白朝延 歌喉那是一顶一的好 纪院长听言愣了愣 会是他认识的那个白小姐吗 特地凑过去 看了他录的视频 果真是他认识的那位白小姐 他没有想到 白小姐不仅艺术精湛 唱歌也宛如天类 陆家别墅 他高兴地跑了过来 锦泽哥哥 我获得了方大师星座里的一个角色 我棒不棒 陆锦泽点点头 很棒 他搂住了他的肩膀 那作为奖励 锦泽哥哥 陆锦泽调侃到 只吃饭吗 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他有点害羞了 要不然 我把锦泽哥哥一起吃了 话音刚落 他的手颤抖了一下 手机都掉了下来 朝延扑斥一笑 随后说正是 现在方大师的这部剧呢 可能会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 既然我也参与了这部剧 所以我就想 能不能也投点钱 这样我自己 在剧组里 也更有话语权 你看吧 如果他没料错 白威上一世的金主 就是那个王总 肯定不会眼睁睁 看着白威丢掉角色 他必定会拿撤资 来要挟方群 朝延不如未雨绸缪 干脆彻底拿下这部剧 只不过 虽然锦泽应允他 做什么都可以 但对投资这种事 不知道他怎么想 他猝了猝没 你想投多少 朝延小心翼翼地 说了一个数字 五百万 他瞇了瞇眼 五百万对于一部剧的制作 只怕是杯水车星吧 朝延这一刻着急了 下一秒就听见他说 我追投五千万 让他大吃一惊 陆锦泽对他宠爱道 就算是我们一起投资的 他立马哭向了他的怀抱 轻密地叫了一声 锦泽哥哥 白家千金的能力实在太大了 随随便便就能搞垮一个人 王总威胁道 人才重要还是资本重要 方大师您自有判断 我希望您能将许婉如给白威 不然的话 方寻并不在意 这是公平比赛的结果 不是我说能给谁就给谁的 他再次警告 方大师 您得想好了 我这笔投资你要是丢了 你和你的剧组 可都是要背上巨额债务的 方寻明确地告诉他 白朝延是最适合的人选 我不能为了钱就舍弃角色 背弃我的作品 他大吼道 方寻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时 朝延走了过来 看来是我的加入 让方大师陷入困境了 他们两个回头一看 当场都愣了愣 朝延笑了笑 既然方大师这么维护我 也到了我投桃报李的时候了 伸手递给他一笔投资 那现在 我就可以跟方大师 就谈谈投资的事宜了 王总嘲笑道 你一个高中生 能拿出什么钱来 下一秒就打脸了 方寻打开一看 都有点惊讶 竟然是五千万 他的笑容灿烂 不该搞 不天人 还是由方大师全权负责这部剧 您看这份合作计划书如何 王总脸色大变 这个白朝延究竟是什么来头 不一会儿 热搜版就出现了一个爆料 著名歌唱大师方寻 谢莫杀驴 许婉如选角比赛 存有黑幕 众人议论 我去 没想到方大师居然他房了 你看网上有内容实锤 有人发文表示 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方寻你门心自问 我忙前忙后 喂 华唐春 做了那么多 领到 华唐春 上演之前 你竟然把我踢出了投资人的名单 还有某白信小姐空降选局决赛现场 代资尽组的事情 我就不细说了 这两件事 你做的简直糊涂 两个女生看到后议论了起来 我一直以为她是高领之花来着 没想到 还是沾染上了世俗 前排吃瓜 那位白信小姐是谁啊 下方评论道 白小姐是白朝延 我们学校的 之前我还以为 她是凭本事 禁组的呢 没想到 居然是代资禁组 王总得意的笑了笑 方学 我看你这次该如何收场 但他却丝毫不在意 这点手段就想搞死他 实属嫩了点 随后他拼命敲打键盘 几分钟后 助理匆匆的赶来 王总 出事了 您看网上 热搜Top1 他看到手机的那荧幕 脸色都变了 热搜榜第一 王健云多次发表不良言论 比如 建议用嘴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用拳头 拳头能制服一切 他吓得张大的下巴 脸上出了一层冷汗 现在不用朝延操作了 接下来 他的瓜都会一个个的爆出来 后续每家公司都与他解约了 现在 他变得一无所有 脑袋一片空白 不敢相信会变成这样 白家千金隐藏的身份 报了出来 竟然是最实力的一个大boss 朝延给神秘人打了一个电话 干得不错 不到一小时 那个王总的老底就被你扒光了 不愧是MG工会的顶级黑客 神秘人却不以为然 得了吧 嘿 你自己作为MG工会的发起人之一 却突然消失几个月不见 一出现就让我们干活 要知道 咱还被国安局盯着呢 他吵了挑眉 G 你好啰嗦 明明自己玩嗨 把人家股价都搞定 也太出格了 我还想叫你收连点了 神秘人却告诉他 股价可不是他整了 朝延这才意识到 自己搞错了 王总打电话求和 去告知 这不是能用钱解决的事 谁让他跟陆总为敌呢 他这才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都是因为陆总 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却得罪了陆景泽 于是亲自找上了门 问 我什么时候惹过陆总的人 过了几秒 他这才意识到 他惹到的这个人 就是白朝延 那五千万的来历也知道了 保安撇了一下嘴 倒也不是太傻 你公然在网络上 诋毁我们陆太太 还真是勇气可嘉呀 话一刚落 他彻底吓傻了 白朝延竟然是陆景泽的未婚妻 保镖看他反应过来了 给他折条名路 与其在这里求陆总 还不如去求求太太 只要太太的气消了 我们陆总一切好说 然后他找到了他们的母女俩 大吼道 为什么你从没告诉我 白朝延是陆景泽的未婚妻 我这次真是被你们母女俩害惨了 白威翻了一下白眼 可不能这么说 王总 你先前也没问过我们啊 白母指责道 而且你答应我 女儿能拿到角色 这事你也没办成啊 王总直接怒了 我不管 你们告诉我 白朝延在哪 我要去见他 半个小时后 王总找到了白朝延 深深聚了一个宫 白小姐 实在抱歉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你 您放心 我会删除相关言论 也会开新闻发布会 公开道歉 希望您大人有大量 劝劝陆总 饶了我们王氏 他微微一笑 果然是景泽出手帮了自己 王总哼了一声 这个白朝延 再怎么也不过是个高中生 就算他的靠山是陆景泽 一个十几岁的丫头而已 对付他还不容易 只要随便哄哄就可以了 他再次假意道歉道 白小姐 我也是被鬼明星撬了 所以才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现在已经知道 乱说话的代价了 您想要我王氏的股份吗 我可以把我手里的全部给您 对了 我最近在拍卖会 拍下了一对保识而坠 您要喜欢的话 我也一起送你 曹妍听到这些话脸都黑了 很明确地说 可能在一切还没 爆出来之前 你向我道歉 说不定我就原谅了 但是现在 我知道你暗地里 做了那么多的垃圾史 你还有什么资格 去请求原谅 暴力 淫乱 危险 到底还有什么 是你做不出来的 他听到这句话很震惊 当场脸色大变 曹妍慢慢地逼近 声音提高了很多倍 你曾经生生地 打死了一个 反抗你欺辱的女孩吧 他终于慌了 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这件事情 明明都压下来了 甚至还高价请人 将记录全部篡改删除 除非 除非是那个 MG工会的人出手 否则绝不可能被发现 难道他就是 曹妍冷漠地转身离开 就请王总好好享受 这最后的自由时光吧 下一秒 警车就来了 给他套上了手扣 王先生 你射报 射黄 射刑是案件的证据确凿 跟我们走一趟嘛 王总死死地挣扎 不要抓我 我要请律师 曹妍最后朝他挥了挥手 突然口袋里的电话响了起 白家千金简直太厉害了 是个了不起的医生 几云明给曹妍打了一个电话 白小姐明天是不是约了孙大师 帮他诊疗手部病症 我想再近距离观摩白小姐的医术 不知可否 他点点头 直接同意了 几云明犹犹豫豫地开口 那明天我可以去接你吗 他多谢继医生的好意 自己过去就可以了 几云明也不好说什么了 那就孙老家再见 他现在可是有家事的人 怎么能跟别的男人同乘一辆车 一切会让景泽担心的行为 他都不会做的 半个小时后 他来到了孙老家 看见两名学生 被拦在了门外面 不让他们进去探望自己的老师 朝延走了过来 热情地说了一句 你好 保安依旧拒绝 不好意思 孙老养病期间不见外人 你不能进去 忽然几云明出现在他身后 这位小姐跟我一起的 保安这才放他们进去 季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请进 孙老等您很久了 一个小女孩在给孙老捏捏腿 她觉得很不好意思 瑶瑶啊 我病了这么久 害你日 夜照顾 瑶瑶却不这么认为 爷爷 您说的哪里话 是您辛苦 将我养大成人 我做这些 也不过是真报恩 这时 他们两个人走了进来 朝延热情地 叫了一句孙孟 她也热情地介绍了一下 这是我的孙女 孙孟妖 瑶瑶朝她走了过来 白小姐 我盼着你来好久了 之前我一直给爷爷寻找名医 却始终找不到 这次 请您一定要治好爷爷 她点点头 我会的 瑶瑶擦了擦泪水 对不起 我太高兴了 我去给你们备茶 朝延取下了包包 看到那些照片问 照片上的这些人 孙老嗓音低沉 这些是我的学生 他们天分很高 又聪颖 不过 我倒是好久都没有见过他们了 兴许是工作太忙了吧 明明这些学生 就被保安拦在门外 为什么孙老一副 浑然不知的模样 他们俩对视了一眼 沉默不语 朝延蹲下来 开始检查 您的病症并不是很严重 治疗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结束后 您会削弱到进入睡眠状态 所以第二阶段的治疗 要延后半小时进行 在此期间 您绝对不能按压内关穴 否则会引发中风 孙老点点头 好的白小姐 我记下了 接下来 开始试针 插入各个的穴道 几分钟后 他已经出了一层层汗水了 几云鸣从怀里拿出一个纸巾 给他擦了擦汗水 白家千金 有一颗救人的心 化解了孙老与他的恩怨 朝延赶紧避开了 那个急一声 已经可以了 他尴尬一笑 说了一声抱歉 朝延有点疲惫了 孙老睡着了 等他醒来 就开始第二阶段治疗 届时就能痊愈 这时 瑶瑶端着茶就来了 爷爷已经睡着了吗 白小姐 真是太感谢您了 要不是您的话 爷爷恐怕 说着 把茶杯摆好了 白小姐 急一声 茶已经备好 请来这边休息一下 他们两个在背后默默地看着他 低声问道 你说 他会那么做吗 几云鸣眉头醋了醋 希望他不会 瑶瑶在他身旁蹲了下来 帮他盖了一下被子 下一秒 脸色就变了 变得很黑很黑 十分的冷漠无情 伸出手就要 对他下手 幸好潮言及时赶过来阻止了 质问他 孙孟瑶小姐 你这是在做什么 孙老醒了过来 简直难以相信 为什么是他 瑶瑶这才反应过来 是他们设的一个局 他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其实最早给孙老诊治的时候 我就有所怀疑 他的症状并不复杂 不应该奔走那么多医院 都无法治愈 今天来了孙宅 之后 我又注意到 孙宅外的保镖 在有益来人 然而 孙老似乎并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 我想 这就是 孙小姐有意为之 孙小姐是孙老的唯一亲人 以往的治疗 也是你陪护在孙老的左右 孙老之所以一直没好 只能是你在其中捣鬼吧 他无比的伤心 孟瑶啊 我到底做了什么 才让你起了这种心思 瑶瑶此刻 露出了愤怒的情绪 你做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的好爷爷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滚吗 你打电话给我 那对禽兽父母的时候 都说了什么 我全都听到了 你跟律师拟定遗产的时候 也根本没写我的名字 王我照顾了你这么多年 既然你不认我 就别怪我无情 要不是你想把我送走 我至于做到 这份上吗 我也只是想留在爷爷的身边而已 我有什么错呢 朝言忽然开口 你错在将罪过 都推给别人 也怨恨上了不该怨恨的人 你明明有了条件自救 但却选择伤害 唯一对你好的人 瑶瑶不解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孙老勉勉强强地站了起来 声音哽咽 瑶瑶 我跟你父母通电话 是因为 我想让他们将你的监护权让给我 我在你定遗产时 没有写你的名字 也是怕我死后你 无法保护你该得到的东西 其实我早已给你准备好了 足够的钱和房产 想等我正式成为你的监护人时 就直接转让给你 我以为我可以给你营造一个 安稳舒适的环境 却没想到我所做的这些 都被你误会了 瑶瑶流出了泪水 所以说 爷爷您从来没有想要抛弃我 对不起 爷爷 是我错了 白小姐说的对 我辜负了 您的养育和信任 白家千金 又被一个医学者所喜欢了 但他已经名花有主了 白朝延这次 不仅治好他的救急 还救了他一命 孙老将他最满意的 一幅的作品 送给他做谢 锦云铭刚想约他 就听见朝延高兴地叫了一句 锦泽哥哥 立即扑了过去 你怎么了 他声音平淡 我来见你 锦云铭看了看 脸色当场就变了 陆锦泽眼神狠狠地盯着他 给了他一个像的威 随后搂着他便上了车 带他去最喜欢的那家店 朝延摇下车窗 跟他说了一声再见 这时他眉眼平淡了很多 温声道再见 下一秒拿起手机 打给了锦言 向他打听的人 他漫不经心地坐着 调侃道 哥 你不是从不过问家族事物 一心求一吗 是哪个小护士 引起了你的兴趣啊 是一位叫白朝延的女孩 他听后 愣了愣 是风评很差的那个白家吗 明明已经破产了 却全家还死鸭子嘴 硬过着破绰的生活 在圈内是个笑谈呢 至于你说的白朝延 是白家小女吧 我只知道 他风评一直很差 前些阵子 还跟陆锦则订了婚 怎么 你问他做什么 总不会是 几云明立刻承认了 是 我喜欢他 他听得立马坐了起来 哥 你疯了吗 看上谁不好怎么 就偏偏看上了白朝延 他就是个花瓶 还是个有主的花瓶 几云明十分维护他 不要这么说白小姐 你没有资格评判他 说完就挂断了 他生气极了 竟然敢挂他电话 忽然 有个女生走了进来 几言 今晚李家有个宴会 陆家和苏家都会到场 你陪我去吧 他想了想 那陆锦则也会参加吧 不知道他会不会带上白朝延 正好 他可以去看看 这个勾走他歌魂的狐狸精 是什么样子的 晚上 宴会来了很多人 有人敬佩苏小姐 财思敏捷 不愧是海归高材生 以后 我们要多多仰仗苏小姐了 他谦虚道 诸位过誉了 我年纪上小 还得跟各位学习才是 几分钟后 陆锦则搂着白朝延走来了 这风姿惊艳了所有人 简直太美了 工作人员立马赢了上去 陆总 白小姐 他们看见后都一惊 那是白朝延吗 这么好看的吗 我以前见他 不是这样气质的 几言得意笑了笑 难怪几云明会看上这个白朝延 原来是被美色诱惑了 陆锦则走过去 向他们介绍了一下 这位是我太太 他有点惊讶 陆总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陆锦则回复 快了 距离婚期 还有半个月 他哈哈大笑 这样 两位还真是天作之和 那我们就提前 恭贺陆总和白小姐 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了 苏小姐看见这一幕脸都黑了 今天的宴会 他要让白朝延颜面及时 白家千金以牙还牙 对付了最恶毒的新鸡女 今天这场宴会 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将会发明出 新型医疗器械的余和江 会带着他的项目 来寻找机会 可上辈子他不懂这些 不知道那种器械 对爷爷的病症有效 当时余和江 因为没有拉到投资 延后了器械的研发 等到最终产品面试的时候 爷爷已经错失治疗机会 与世长辞 如果他今天 能在余和江身处低谷期的时候 投资他的话 祝他早日研发出产品 爷爷或许就有救 一个房间里 坐着一个男人 朝延一眼看出了他 就是余和江 正准备过去时 却被几言给拦住了 白小姐是吗 之前没能与您认识一番 现在终于得了机会 我是几言 技师的董事长 他开谋 请问季先生有什么事吗 几言笑眯眯的 白小姐可能跟我不熟 但一定认识 我哥哥 几云明 他听言 这才微微一笑 哦 原来是季董事长 幸会幸会 不过我现在有点急事 咱们一会再聊 他又准备走时 再次被几言拦住了 白小姐 有什么急事 我陪你一起啊 他醋了醋眉 几云明是个挺不错的人 可这弟弟 他好像刻意拦着他 是为什么 忽然 苏倩走了过来 白小姐又见面 他这才意识到 他们是一伙的 这场宴会上 苏倩设计他掉进了喷泉池 虽然当时的细节记不清了 但是他确实害得 他在众人面前丢了脸面 那他就以牙还牙 苏小姐让季董事长出面读我 应该不只是想跟我打个招呼吧 苏倩脸色大变 一字一句道 我希望你能离开景泽 他噗嘶一声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什么 你叫我离开就离开 你凭什么 苏小姐应该知道 景泽是喜欢我的 他烦躁死了 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 让景泽答应群 只要你肯离开他 我会无条件答应 以三个要求 怎么样 那他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 我希望苏小姐能收回对我的要求 要求二 我希望苏小姐能认清现实 就算我走了 你也进不了景泽的心 请趁早放弃 及时止损 这要求三嘛 暂且保留 等我想好了 我就告诉你 苏倩生气极了 白朝言 这是在戏弄我吗 他立马承认了 对啊 我可是在配合苏小姐啊 姐摸着下巴 琢磨了一下 这白朝言 还真是伶牙俐齿 与传闻完全不同啊 这时 苏倩伸手想推他 没想到最后被朝言推了一把 他直接掉进来了水池里 朝言高兴死了 你怎么掉进喷泉池里了 快 我来救你 他却紧紧地把他的头压下去 一边再喊 苏小姐 你快抓住我的手啊 我拉你上来 来人啊 苏小姐掉进喷泉池里了 快来人呀 起言站在一边傻了 还有这种操作 帅气的陆总 简直是宠妻狂魔 不允许自己的妻子 没事 苏小姐只是呛了点水 我刚刚已经试救 他会没事的 他们难以相信 白朝言居然救了苏小姐 还真是稀奇 据说这两位还是情敌关系 没想到这位小姐 能够不计前嫌 出手救人 真是不得 不佩服 天这么冷 落水救人这种事情 那些小姐们 向来放不下架子 没想到这位小姐竟破了力 朝言表示自己没事 只是沾了些水 下一秒 一件外套照在了他的肩上 朝言回头一看 竟然是陆景泽 他十分着急地问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朝言垂头低声道 没什么 就做了件好事呗 他死死地 把他搂在怀里 你真是 一刻不能离开 我的视线 苏倩句咳了几声 景泽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是他 把我推下水的 他一脸无辜地看向他 苏小姐是不是被水枪糊涂了 这么多人都看见 我是在救你 苏倩大喊道 胡说 明明是你把我往水池里呀 陆景泽脸都黑了 眼里透着一份冷 苏倩 你是在说我太太想害你 他当场慌了 竟然连景泽都不相信他 他扫了一眼四周 景泽在现场的 他都看见的 景泽呢 他此刻已经躲起来了 一开始他说 让他帮忙拦着白朝言 也没说要害他 可惜偷鸡不成十八米 刚刚明明是他想推白小姐下水 只不过被他预判了反制 这怎么说呢 景泽最后溜了 那个陆景泽可不好惹 苏倩竟然打起了感情牌 景泽 我们青梅竹马一场 你要相信我啊 陆景泽一把把他横抱了起来 我们回家 你就在左顾右盼 你要找谁 他犹犹豫豫地开口 一位叫余和江的研究员 他担心陆景泽会不会起疑 如果追问起来 该怎么解释呢 然后陆景泽命令 三分钟内 把这个余和江带到我面前来 他还紧紧抱着朝言 担忧道 你跟我去车上 把湿衣服换了 在车上 朝言说了一声抱歉 景泽哥哥 我不是故意想让你担心的 他慢吞吞地吐出几个字 你最好是 距离靠得太近了 朝言都有点害羞了 门外 手下敲了敲 陆总 人带来了 他走了出去 十分诚恳 您好 余先生 不好意思 用这种方式请您过来 我是白朝言 听说您最近 在研究一款医疗器械 我非常感兴趣 不知道我有没有 这个荣幸投资您的项目 原来是为了投资 他以为惹了什么事 吓死自己了 白家千金 从小也是个苦命人 凭自己的聪明 才智活了下来 余和江没有任何隐瞒地说了出来 以往静异的投资 扔着项目里 都打了水漂 这次恐怕也不会例外 也不怕 朝言递给他一个文件袋 科研项目有多少失败 都是正常的 这款器械的研发 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何况我相信于先生的能力 请您也给我这个机会 他打开看了一眼 连计划书都准备好了 看来白朝言是诚心 想要帮他 老实说 现在算是我人生的低谷期吧 没想到会遇到白小姐 不过白小姐这么坚定 应是有什么原因吧 朝言很诚诚地说 我有为至亲身患重病 您的器械 或许会对他的病情有帮助 所以 亦我希望能尽快研发出来 并让我的亲人 尽早使用到他 愈何将推了推眼镜 原来如此 好的 我明白了 然后他转身离开 陆锦则问道 你说的至亲 是你爷爷吗 朝言眼里有点伤心 对不起 锦则哥哥 这件事风险很大 也不知道有几成把握 所以我不想 陆锦则立刻抱着了他 不用跟我解释 我说过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明天 我陪你去看看爷爷吧 另一天 朝言很早就来到了医院 锦则哥哥说 陪他一起来看爷爷 怎么没看到他人 看了一下时间 可能是自己来得太早了吧 打开那扇门之后 就看见陆锦则和爷爷 在下像棋 并有说有笑的 玩得很开心 朝言看到这一幕 有点惊讶 他扭过头来 声音十分温暖 朝言 你来了 我到的早些 想给爷爷爷个惊喜 朝言暗暗松了一口气 也是惊吓了 爷爷今天十分高兴 炎炎 我的好孩子 你来了 自从爷爷诊断出癌症之后 就一直郁郁寡欢 今天这么精神焕发的样子 还真是少见 然后他立即扑了过去 爷爷 我好想你 您最近身体怎么样了呀 护士笑咪咪的 白小姐 您放心 白老先生在我们医院的照顾下 病情已经基本稳定 身体也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呢 刚才陆总已经跟我们院长交代过了 基于白老先生的需求状况 我们医院马上会给老先生 换到最好的病房 24小时 都有医护值班照顾的那种 爷爷悄悄地说 这小子就是陆锦泽对吧 一来就给我送补品 换病房还陪我说话下棋 我还以为是什么推销人员骗我家 才来无视献殷勤 没想到 竟是我孙女婿 他听得有点不好意思 前世的时候 锦泽也是私下为他和爷爷做了很多 但但是他的行为 却让他感到烦躁窒息 因为他总是会出现在他生活的每一处空间 甚至想不通 他对他的霸道和战有欲 究竟从何而来 可现在想想 这也许就是 他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 爷爷突然有点忧伤 那份财产 至于白家 已经快被他们霍乱破产了 爷爷叹了一口气 都怪爷爷没用 让你一个人撑了这么久 被他们一伙人欺负 朝延摇摇头 才不是呢 爷爷 如果不是您早有遇见 陛下那份特殊条件的遗产 既成公正书 我恐怕都活不到现在 也许早早就跟妈妈当年一样 白家千金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长大后 他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 小时候 他哭得很伤心 抱着母亲的骨灰和 妈妈 朝延会乖乖的 你不要留朝延一个人好不好 朝延好孤单 然后他们三人就走过来了 白府大喊道 白朝延 还不快过来 他眼泪汪汪的看了一眼肃起 白薇双手抱着胳膊 生晦气 他怎么还抱着个骨灰和啊 爸爸 我不喜欢他 他小心呵护 微微乖 你先委屈委屈 等一下爸爸给你买新衣服 补偿你好不好 朝延抬头问 爸爸 他们是 白肃介绍了一下 这是白薇 你的妹妹 这是你段阿姨 以后她就是白家的女主人 抱着的骨灰和 才意识到不对 我的妈妈还没 还没等她说完 白薇就伸出一只手要去抢 还不把那个脏东西丢掉 朝延死死互进怀里的骨灰和 在拼命挣扎中 他不小心从楼上掉了下去 这三个人就居高临上地看着 没有任何举动 朝延此刻已经昏迷不醒了 头也磕破了 几秒后 白府才微微皱眉 白薇推卸责任 我可没碰他 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他母亲也是如此 这可不赖我们微微 他走过去查看 白母毫无关心 干嘛这么紧张 她又不是我的女儿 怎么 难不成你 心里还想着那个死了的女人 他骂道 你懂什么 朝延的爷爷 一直对他呵护有加 遗产也早就订给了他 如果他18岁之前出了什么事 遗产就会被老头捐赠给慈善机构 白母这才反应的过来 立即跑了下去 还有这种事 你怎么不早说 从那之后 段玉杰和白薇 对他态度180度转变 至少表面上维持着和蔼可亲 爱护有加的样子 而他因为摔到头 引起了脑震荡 对那天发生的事 记忆有些模糊 也就渐渐忘记了很多细节 直到在火海中 被烈焰灼烧 那种击穿灵魂的痛苦 那他突然想明白了一切 他的母亲 就是被他们三个联手害死的 爷爷拉着朝延颤抖的手 安慰道 炎炎 别难过 你其实大可不必因为爷爷的事 对他们忍气吞声 你尽管做你想做的事 即使是要对付他们 他想了想 没错 这次 他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陆景泽在门外 看着朝延和爷爷 唇角笑了笑 他这辈子就认定他了 原来他们两个小时候 就喜欢上了对方 小时候 陆景泽一个人站在墓地里 思念爸爸妈妈 有人看见小生迪布 今天是怎么回事 都是小孩一个人来参加葬 家里大人都不见一个 那个小男孩 他父母都死了 是他自己一个 人在操办丧事 听人说是仇杀 看背上名字 是姓陆 陆景泽听见他们说的话 眼底直接黑了 死死的瞪着他们 他们有点害怕了 赶紧离开 刚走几步 朝延就走过来 问道 叔叔 你的画笔能借我用一下吗 我妈妈喜欢漂亮 他一定不想 住在这个黑黑的盒子里 这几句话 吸引到了陆景泽 连忙把目光转了过去 听后面的扫地员说 哎 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声 那个抱着骨灰盒的小姑娘 听说他爸 把他一个人丢在这 赶着去接外面的小三了 现在他的心情更加烦了 更加伤心了 忽然朝延走了过来 大哥哥 我妈妈说 伤心的时候吃点糖 心里的难过会少一点 这时 你要吃一点吗 他无情的拒绝 不需要 下一秒 不争气的肚子 就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响声 朝延劝道 还是吃一点吧 我身上只有这个了 人不吃东西的话 是会死的 陆景泽生气极了 偷开 死了就死了 不需要你管 人都是要死的 活着有什么意思 他皱了皱眉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人死后 是会变成星星 在天上守护自己的孩子的 你要是死了 你爸爸妈妈 一定会很伤心的 陆景泽根本不相信 这也是 你妈告诉你的 那你可真是有位好妈妈 说着 转身准备离开 他大喊道 是真的 我只给你看 朝延随手就拉住了他 指着天上的星星说 你看 那颗星星就是我妈妈 他正在看着我呢 那两颗紧爱在一起的 应该是你的爸爸妈吧 你瞧 他们在跟你打招呼呢 他们肯定在跟你说 不要泄气 只要活着 就一定还有希望 陆景泽抬眸 紧紧盯着那两颗星星 让他想到了 妈妈之前对他说的话 小泽 我们陆家家族争端分子 妈妈不可能一直都陪在你的身边 如果有一天 妈妈离开了你 妈妈一定会在你看得到的地方守护你的 他拼命地摇头 不会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保护妈妈的 这时 他的爸爸走了过来 没想到 我们小子这么懂事 你要记住 就算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 你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只要活着 人生就有希望 他想到了之前这些事 才对生活充满了美好 充满了希望 霸道总裁与白家千金的婚礼即将到来 但是他想牵着爷爷的手 将自己交给他 没想到 陆景泽竟然同意了 陆景泽紧紧紧握住拳头 不能让爸爸妈妈就这么死了 他要为他们报仇 要夺回属于爸爸的陆家 还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所以他不能死 绝对不能死 朝延握住了他的手 问道 你在害怕吗 说着指了指天空 别担心 你看那边 那颗就是我的星星了 实在不行 我也来陪你好了 怎么样 这一下 你总不用害怕孤单一个人 陆景泽听到这话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回想了以前的事 觉得很幸运 能够遇见他 虽然朝延 好像并不记得那天发生的事 这时 他笑眯眯地走了过来 我们走吧 景泽哥哥 他揉了揉他的脑袋 认不出没关系 因为我 已经找到了 我的另外一颗星辰 然后扶下头去 亲了亲他的额头 朝延害羞了 干嘛呀 爷爷还在看着呢 半个小时候 他们来到了游乐园 他说出了心中想法 我从小丧母 与父亲疏离 是爷爷将我抚养长大 所以 我希望婚礼那天 会是爷爷将我交给你 但是以爷爷现在的情况 恐怕不能出院参加婚礼 他醋了醋眉 那我们就延后婚礼 等爷爷身体好些了再办 朝延听言 有些惊讶 真的吗 上辈子 景泽对他掌控极强 恨不得即刻跟他结婚 现在他怎么变了 他俯下身来 准备亲他 那么多年 他都等了 不急在这一时 只要确定 他会在他身边就好 下一秒 朝延立刻把他推开了 景泽哥哥 我们去坐摩天轮 他们走到了摩天轮面前 坐了进去 朝延观看了一下外面的风景 显至太美丽了 突然回过头来说 景泽哥哥 听说当摩天轮转到最高点时 只要恋人接吻 就会永远在一起 景泽哥哥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下一秒 朝延来到了他的怀里 轻轻地抬起他的下巴 他有点控制不住了 搂住了朝延的腰 把他抱得紧紧的 在摩天轮的最高点 浪漫地吻了起来 景泽哥哥 等我抱了仇 我们要永永远远在一起 霸道总裁与白家千金的婚礼即将到来 但是他想牵着爷爷的手 将自己交给他 没想到 陆景泽竟然同意了 陆景泽紧紧紧握住拳头 不能让爸爸妈妈就这么死了 他要为他们报仇 要夺回属于爸爸的路加 还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所以他不能死 绝对不能死 朝延握住了他的手 问道 你在害怕吗 说着指了指天空 别担心 你看那边 那个就是我的星星了 实在不行 我也来陪你好了 怎么样 这一下你总不用害怕孤单一个人 陆景泽听到这话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回想了以前的事 值得很幸运 能够遇见他 虽然朝延 好像并不记得那天发生的事 这时 他笑眯眯地走了过来 我们走吧 景泽哥哥 他揉了揉腹的脑袋 认不出没关系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 我的另外一颗星辰 然后扶下头去 亲了亲他的额头 朝延害羞了 干嘛呀 爷爷还在看着呢 半个小时候 他们来到了游乐园 他说出了心中想法 我从小丧母 与父亲梳理 是爷爷将我抚养长大 所以 我希望婚礼那天 会是爷爷将我交给你 但是以爷爷现在的情况 恐怕不能出院参加婚礼 他醋了醋没 那我们就延后婚礼 等爷爷身体好些了再办 朝延听言 有些惊讶 真的吗 上辈子 景泽对他掌控极强 恨不得即刻跟他结婚 现在他怎么变了 他俯下身来 准备亲他 那么多年 他都等了 不急在这一时 只要确定 他会在他身边就好 下一秒 朝延立刻把他推开了 景泽哥哥 我们去坐摩天轮 他们走到了摩天轮面前 坐了进去 朝延观看了一下外面的风景 显至太美丽了 突然回过头来说 景泽哥哥 听说当摩天轮转到最高点时 只要恋人接吻 智慧永远在一起 景泽哥哥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下一秒 朝延来到了他的怀里 轻轻地抬起他的下巴 他有点控制不住了 搂住了朝延的腰 把他抱得紧紧的 在摩天轮的最高点 浪漫地吻了起来 景泽哥哥 等我报了仇 我们要永永远远在一起 智慧过人的白家千金 策划了一场阴谋 只为让他们落往 白家别墅 白夫一直在指责朝延 都怪那个不孝女 陆总给的钱早就用完了 刘家又没攀附上 现在公司资金严重不足 董事会都乱成一团了 白威一点也不在意 爸你先别气了 过两天 不就是姐姐的生日宴 到时候 让他把那份合同一签 咱们还有什么好筹的 他吐没 你看他现在 这副模样 还会跟我们签合同 白母也这么觉得 是啊 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么傻了 我看这生日也别给他办了 都没什么意义 白威说出意见 怎么没意义 现在社交界 关于他和陆总结婚的传言很虎 如果姐姐 能在生日会上 带陆总出场 我们再邀请些媒体现场报道 到时候主动跟我们合作的人 岂不是源源不断 他想了想 觉得有道理 我身为陆总的岳父 他自然应该给我这个面子 很快 白朝延就接到了白家的电话 让他明天回去一趟 朝延面色透着一股冷寒气 终于来了吗 他等这一天好久了 白母特地嘱咐道 明天你可得顺着点姐姐 只要忍了这口气 日后的事情 就都顺理成章了 他点点头 放心 白朝延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我肯定好好招待 他根本不相信 薇薇 你实话跟妈说 你是不是还藏了其他心思 白威生气极了 他气负了我那么多回 你总能让我出出气 给他点教训吧 他醋眉 你别轻举妄动 他对我们的用处大着呢 白威撇了撇嘴 我有分寸 不会破坏计划的 第二天 朝延来了 白母很热情 你来了 快请进 白威故意倒茶 姐姐自从那天跟 陆总走了之后 怎么就再也没回来 是不是因为嫌弃我们 想跟白家撇清关系 他笑着回复 怎么会呢 只是景泽哥哥他比较强势 昨晚我还跟他吵了一架 所以白妇强忍着脾气回复 陆总是我们白家的贵子 你绝不能惹恼了他 他拿出一个礼物出来 爸 你放心 现在我们已经和好了 这是景泽哥哥 托我给您带的礼物 他们两个看到后 目睛口呆 这不是陆总上次 在拍卖会上 花仲金拍下的那件 唐朝慈信 白夫抱在怀里高兴极了 朝延为了白家 也确实辛苦了 朝延表示 为了白家不苦 白威却很不乐意 真能装 做出这么一副模样 给谁看呢 他很严肃道 爸 我前些日子 听到景泽哥哥 跟别人谈生意 说A是要进行城市规划 郊区垃圾厂 会被指盾开发 有人已经着手 准备买下了 爸 您看您要不要先下手围墙 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连景泽哥哥都感兴趣的项目 肯定有转头 要是错过这次 我们白家再想翻身 可就难了 再者 您身为景泽哥哥的岳父 如果您想吧 他肯定会拱手相让 岂不是天时地利人和 他摸着下巴思考 我知道了 爸爸再想一想 朝延恩了一声 站了起来 我想白家现在也不容易 生日会就一切从简吧 白为嘲笑道 姐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节俭了 朝延笑出了几声 我比妹妹年长 总不能还跟妹妹 一样不懂事吧 白府开口 一个生日会而已 我白家还操办得起 就往大了办 朝延 陆总好歹 是你的未婚妇 你的生日会他自然不能缺席 你回去与他好好说说 白朝延眼眸黑了 爸您放心 我一定会景泽哥哥出席的 霸道的陆总太宠爱自己老婆了 无论你做什么 都有我陪着你 朝延换好了衣服 站在落地窗前想些什么 突然陆景泽走了过来 问道 喜欢今天的妆容吗 他感谢的 谢谢景泽哥哥 还特地为我请了化妆和造型师 他撩了一下他的头发 今天是你特别的日子 我的胃 婚期一定要是全场最漂亮的 朝延眼眸垂了垂 景泽哥哥 如果今天表现得不像平时 或者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个白朝延 你会不会不喜欢我了呢 他嗷了一声 你还有多少面是我不知道的 陆景泽宠溺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我还蛮期待的 小野猫 走吧 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 可以为妈妈报仇了 让害过他们的人付出代价 电会上来了很多人 白富纷纷招待 刘总 李总 王总 多谢三位给我面子 波容参加我大女儿的生日会 韩社有三位在真是蓬毙生辉 白薇看见这一幕有点满意 看吧 事情一宣传出去 媒体和各大世家就都懒 今天只等白朝延把合同一签 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 他点了点头 等财产到手 医院那个老不死的就没用了 到时候把氧气管一把 也好让他免受痛苦 直接上路 有人看见都很羡慕 白总还真是好福气 明的大女儿跟陆总订了婚 听说他们两人 经常一同出席活动 恩爱极了 白俗笑了笑 他们的感情确实很好 陆总这个出了名的暴力变态 怎么可能跟白朝延那个傻子恩爱 肯定是对外做的戏吧 看白朝延上次回来 那个唯唯诺诺的样子 估计没少 被陆景泽虐待 这时 白朝延和陆景泽登场了 两人看着十分亲密的样子 慢悠悠地朝他们走过来 他们都有些羡慕 居然是穿着情侣装 看来传闻他俩恩爱是真的呢 白母都有点动摇了 陆景泽不会真喜欢白朝延呢 一会儿要是发现朝延被我们欺负 陆景泽会不会出手 白威却不相信 不过是虚情假意罢了 陆景泽要真是良人 还轮得到白朝延棒手 白妇叫道 薇薇 还不快跟陆总打个招呼 他抖过去 小声地叫了一声 陆总 陆总本人看起来比电视上还要帅 如果他没有那些怕人的传闻 现在被他牵着的 就会是他了 朝延表示感谢 谢谢父亲为我举办的生日会 我真是太喜欢了 白府虚情假意 你喜欢就好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快入席吧 随后 他们两个登上了台 欢迎各位合作者媒体朋友 还有我的准女婿陆总陆景泽 参加小女白朝延的生日会 身为朝延的父亲 宴会上的第一份礼物 自然应该由我奉上 他说着 就拿出了一份礼物 朝延 这是爸爸答应要送给你的嫁妆 签了这份合同 东郊那栋别墅 谢谢爸爸 我看看哦 白母有点担忧 他不会看出什么来吧 白薇叫他放心 他没有那个脑子 看不懂合同隐藏条款的 况且 就算发现什么不对 今天这种场合 那种性格拉不下面子 不签也得签 他突然看见 朝延要把合同给陆景泽看看 当场慌了 要是被陆总发现 其中的猫腻就不好了 朝延 合同是有保密协议的 不方便 自己看看就好 他表现有点惊讶 这不是爸爸给我的嫁妆吗 既然是嫁妆 那和景泽哥哥 也不是没有关系的呀 难道 爸爸觉得景泽哥哥是外人 他赶紧道 不是 都是自己人 陆景泽醋眉 既然白总觉得不合适 那我就不必要看了 一栋别墅而已 说着 伸手抚摸了一下他的脸蛋 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给你 所以 你自己决定就好 这个行为让他们羡慕死了 哇 这是什么霸总宠妻发言啊 朝延把合同拿了出来 他们三人心中暗想 签了吧 没想到下一秒 他直接撕毁了 白家千金终于通过自己的实力 成为了白家家主 朝延当场私下了这份合同 谁让爸爸给了我一份 伪装成赠与合同的财产转让书呢 一旦我签了字 就意味着 放弃了继承权 白家所有的资产 都会归你们所有 这样的合同我怎么能签呢 底下一片议论纷纷 白富打死也不承认 你在说什么 爸爸怎么会做这种事 他坚决地说 那这合同里所谓的附加条款 怎么不在文件 爸爸是写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白母虚情假意 都是白家人 什么放弃不放弃的 财产归谁所有 还不都一样 他眼睛颤了颤 一样吗 那要不要听听 现在白家的主人怎么说 他们俩脸都黑了 这老头子都变成这样了 还能怎样 下一秒 视频里果然出现了白家老爷子 他大骂道 白俘生 你是不是在想 老头子我快不行了 就开始在那任意妄为 他们一惊 怎么回事 这个老东西 不是在医院昏迷吗 怎么会这么精神 之前你可以凭借众人 不知内情随意曲解 但现在 我在此宣布 白家的主位 永远都是朝延的 给朝延 即日起笑 律师为证 他慌了 露出了最真实的一面 什么 这个死老头子 你为什么要把财产 给那个姓林的女儿 我才是你儿子 白朝延都嫁人了 我才是白家人 白老爷子被气死了 你这个逆子 我真是后悔生出 你这么多忘恩负义的东西 你当初是怎么对林家的 你全都忘了 是林家小姐愿意嫁给你 帮你 他去世后 你是靠着接手他的产业 才能有的惊天 可怜朝延妈妈人刚走 你转脸就把一个 不要脸的小三带回家 我要不是当时 被你气得中风 也不会躺在医院这么些年 朝延看爷爷情绪不对 叫他先歇息 随后关掉了视频 白副解释道 大家别当真 一个中风的老头子 说的胡话 不能信他 白母奉劝一句 朝延 家业这么大 就算老爷子看中你 但你年纪上小 会掌控不住的 他声音冰冷 我掌不掌控得住 总好过你们做假账 或或白家吧 他们慌了 这都知道了 朝延拿着一个U盘 你们掌管白家这些年 借着做假账 淘了多少税 甚至还将一笔笔行贿的钱 伪装成合法之粗 这些资料 我已经移交给警方 相信很快就会 启动相应的调查 到时还希望你们配合 我会以白家新家族的身份 提起诉讼 追究你们给白家 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赔偿 白为可怜兮兮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呢 我们可是你的家人啊 朝延笑了一声 家人 你与我有血缘关系吗 说到底 你不过是个私生女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说血缘 还有 我劝你最好在三天内 从这栋房子里搬出去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 这里已经是 属于我的资产了 我有权决定谁的去留 而我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你 他听到这话愣了愣 立即心慌